同學我們看 項量這個比較難的問題是這樣子 題目是一個T型 ABCD 那題目講說 A株跟這個BC平行就像樣底 對條線AC跟B株他們垂直 那又告訴你 AB項量是32 AB項量是32 這邊做個註記 AB項量 這紅色的 這向上32 那A株向量是13 這個向量是13 好 那現在問你 就上下兩個是平行的 對角線垂直 第一問題 那BC長度是多少 第一問題 第二個 如果他們的焦點是H這個點的話 那BH 這個向量是多少 那我現在不要寫H 因為我現在做第一小題 跟H沒有關係 如果想去的話 反而會干擾 因此我這第二小題再寫 來 我們開始看 這題目的同學如果說沒有看過的話 很吃力 我要解釋為什麼 他的題目難度是在於說 平行 你要怎麼使用 那垂直 又要怎麼使用 我用像是這樣做 我假定 因為題目給我們就是這兩個 我假定AB項量 我把他寫在這裡 我假定 AB項量 是小A 那A A柱項量 是小B 我們再來表示 因為等一下再出現很多次 這樣寫會簡潔一點點 好 那 那這兩個不平行嗎 所以BC項量多少 B項會等於T倍的 小B項量 為什麼呢 這是B項量 我跟你平行 跟你平行的話 不管同項或反項 反正都是個倍數嘛 如果是倍數正的 同方向 如果負的話 那就反方向嘛 對不對 可以把它這樣寫 這平行的用法 那垂直怎麼用 來 A C項量 跟B柱項量 垂直 讓你們知道嗎 A C項量 垂直 B柱項量 我要解釋一下 我把C顯 這樣子 這不是故意耍帥 我說明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說 這個是 譬如這個字 這大寫B 這小寫B 這寫法不一樣 當然分到1200除 A也是一樣情況 柱也是一樣情況 可如果你是C呢 請問你 如果這樣寫 你當成是大寫C 這樣寫 當作小寫C 如果這樣寫的話 大寫來小寫 你就分不出來了 因為寫法一樣 因此 習慣上我把大寫C 寫成這樣子 那小寫C 就不加記號 我寫在大 不加記號 也是小寫C 那加記號 這個東西就是大寫C 一般代表頂點 來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看 AC項量 垂直B柱項量 垂直嗎 來 它得到多少 那就是 AC項量 Doc B柱項量 內積應該是0吧 對不對 垂直內積不是0嗎 好 那我寫囉 AC是誰 寫好一點 AC AC不是這個嗎 A項量是不是 這個 加這個 這是小A 這是T倍的B嘛 剛才講過了 所以AC是誰 AC 那就是小A 加TB 對不對 AC是這個 注意一下 這個是這個 那B柱呢 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應該等於 這個加這個 這個呢 這是負A 這是B吧 所以B柱是 負A加B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吧 那這個部分 我把它盛開 來 我把它盛開 那盛開這個地方 有學生說 不用盛開啊 你不是有座標表示法嗎 你A限量是誰啊 A限量是32嘛 那這是E3嘛 這32這13 這32這13 把它帶去計算 就答案了嗎 當然沒有錯 但是我故意 不要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題目考的時候 不一定用 準備表示法給你 他不用這樣考喔 他這樣考也可以啊 他不給你這個 不給你這個 他告訴你 這個長度 是10 這個長度 是3 這個加120度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這個地方 你不肯用做標示法嘛 你還是要有個本領 把它盛開的本領 那因此 我們就用比較難的方式啊 因為有時候會這樣考嘛 來 我把它盛開喔 這個盛他 負的 A的平方 後面兩個 T被B的 平方 前對後 後對前 這對他 A.B 這對他 減掉T被的 B.A 跟A.B一樣啦 那這邊一個A.B 這邊減掉T被A.B 那就1-T個 那這邊加上1-T個 A.B 會等於這一個 對不對 那這東西 我再把它化解 來 我寫這邊 向量的鎮定性 什麼鎮定性 我說明 A向量 DocA向量 習慣上我們學A向量的 平方 那你們知道嗎 自己跟自己內積 會等於自己長度 乘上自己長度 乘上cosZ的夾角 自己跟自己夾零度嘛 cos零度是1嗎 順便A向量長度的平方 這叫向量鎮定性 自己跟自己內積 會等於自己長度平方 會等於這個 好 那我們看這邊 寫這邊 來 我把寫上面一點 A向量長度 A向量不是AB向量嗎 那個嘛 32的長度嘛 根號13 那B向量長度 B向量 B向量長度 B向量不是A柱嗎 這個嘛 根號10 那A向量DocB向量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長度乘長度乘上cos 他們兩個夾角啦 那這題目給的是 最重要的是法 所以A動的B 這兩個內積 那3乘1 加上2乘3 那就3加6 9 好 這要使用啦 我把帶進來囉 這負的 A向量長度平方 這邊加上T倍 B向長度平方 這邊加上 E-T A-B 好 負的這個平方 加T倍 這平方 1-T 這個 來 我把帶進來 A長度是 跟號13 B長度是 跟號10 那A-B是9 那 這個都算出來是什麼 是這兩個內積嗎 是這兩個嘛 所以是誰 它是0嘛 那這邊我把它計算一下 那這邊我接下來要篇幅啦 用一點心酸 這邊10T嘛 這邊-9T 11-9T 那就是T 這邊是-13 -13 那這邊是9 那就-4 該不會有T嗎 那T-4應該是0 所以T數等於4 搞得持續回來 T等於4 什麼意思 這一段 這段 是這個的 4倍嘛 因為這段不是T倍的 這段嘛 對不對 但圖畫了沒有太標準 下面這一段 是上面這段的4倍長 好 那我寫囉 那T等於4的話 我們第一小題問的是誰 第一小題問的是 BC的 長度 那BC長度 那BC長度應該就是 欸 就是BC向量 的長度一樣嘛 那B1向量不是T倍的誰 B1向量嗎 絕對意思嘛 那T倍就是4倍 而且很慢啦 B1向長度嘛 你看哪個這個 那這不就B1向長度嗎 4倍 對不對 B1向長度剛才算過是更好10嘛 那就是4倍的 更好10 這是第一小題 好 那 我講第二小題 它會有些篇幅啦 所以我要把這個擦掉 好 這個到這裡 這第一小題嘛 來 好 那我們先看到 來 那我們先看到第二小題 那第二小題 是這樣說 對調性的焦點是H 這個點是H 這個點是H 現在問你 那B1向量是多少 那我把圖齁 我把它畫一下 這是B點 這是A點 這是Z點 那垂的地方 這點是H 對不對 你把它這樣看 這樣倒過來看 對不對 是這樣寫嗎 好 我來解釋 那麼第二小題找的是什麼 BH向量 那BH向量 就是誰啊 就是 BH向量 就是 BA向量 在 B珠向量 方向上 方向上 BH向量 我們說 這樣叫做 BA向量 在 B2向量 方向上 的正色影 BH向量 就是BA向量 在B2向量 方向上 之 正色影 名詞 名詞 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地方有公式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解題 所以我就直接跟同學講 正色影公式 是這樣子 我來說一下 這個可能比較簡潔 因為這個地方 我這樣講會簡潔一點 這樣說 假定A向量 這個B向量 A向量 在B向量 方向上 的正色影 就是黃色這個向量 我來講一次 A向量 在 B向量 方向上 的正色影 就是黃色這個向量 那公式呢 公式這樣子 A向量 Doctor B向量 3B長度 C2 算完B以後 再Doctor一次 B向量 3B長度 這整個東西 是一個向量 它就是A向量 在B向量 方向上 的正色影 就這個 看進去就是這個 這樣比較簡潔 那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有不懂情況 也許你要翻一下 之前學年版的題目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如果要給你證明 你這東西的話 會拖太長 沒那麼多時間 我現在只要使用那個公式 來 我說明 畢業項量是多少 畢業項量是這樣子 這個是3 2 那畢業呢 反方向-3-2 對不對 就-3-2 好 那B珠呢 B珠不是這個加這個嗎 這個 就是這個倒過來 變減的 那這個呢 就這個 所以這個向量就是變成減的這個向量 再加這個向量 那就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是得到-2-1 就這個 就這個 BA向量 是這個向量 B珠向量 是這個向量 那我們的BH 對不對 我們的BH 就正勝也等於誰呢 剛才講過公式 這位架是 -3-2 Doct -2-1 再吹它長度 跟它一分之一 這算出來是一個時數 先把它算出來 再Duck一次 跟它1分之1 負荷儀 这个 这就是正色隐 坦白讲好了 前面橘色的部分 算出来 这个东西 它叫做正色隐藏 正色隐藏是这个长度 可是问题是 这算出来有时候会负的 因此习惯上 正色隐藏的时候 还要把这个加什么 把加个绝对值 才会等于这个长度 但是我现在讲正色隐 正色隐藏是一个向量 是这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的话 这个不要动它 前面正在附的无所谓 直接乘这个就是答案 这就是正色隐的公式 算一下就好了 那我现在把它给算出来 这个部分是 跟到1分之1 那上面是内积 这个乘它 6 这乘它 负2 6减2是4 后面这个部分 跟到5分之1 负2 1 好 跟到5分之4 乘到跟到5分之1 这个把它乘起来是5分之4 5分之4再乘这个东西 那就是5分之5分之5分之4 这个向量 就是正色隐 它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就这东西 好 这个题目就到这里 好 大家可以